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笔来的比较晚 还有那个你们看到我第14节那个一直还没有上传是因为那个笔还没到 我没想到他做那么久 那根笔你们呃是跟现在你们看到这根的其实差不多 呃今天讲的这根笔是那么两千 而我定的那根是透明示范 然后其实你们也都这么意思了 呃后面会给大家做那个评测 我给他补上去本来想比较快到的 结果31到现在没到 那就先不说那么多啊 先说这根笔吧 这根笔是这样子 我买的是一个不锈钢版本啊 你们也看到 然后不锈钢的话 呃首先是这样子 它的这里是亮面的整个整个笔盖 对吧 呃然后其他都是一个呃拉丝或者一个放样 呃这根笔反正就一开始拿起来的感觉什么 很惊艳 而且在图片像你们看到有这根缝对吧 上摩活塞的那个缝吗 其实一开始看图片的时候不会很清楚 那就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尺寸吧 尺寸呢是这样子 尺寸呃你们现在应该也能看得到 对呃从我眼睛这边看的话 应该是整笔是14厘米左右 呃反正整根笔你看的真的非常敬业 就是说不像一个会过时的款 但是呃怎么讲呢 要保持就是说他一个呃怎么很新的一个感觉 就没办法说把它用的很旧 用的很旧整根笔的效果差很多 然后那个整根笔 你现在看就很有未来感 这个呃就拉2000 当然也跟他本身的初衷很像 就是说他这根笔2000吗 就是说我到2000年的时候 嗯这根笔一样不会过时 然后整笔的首先我还是我用的最习惯这种抛的这种 虽然百利金的笔我也很喜欢用 但是我个人用的最习惯还是这种 就抛的一个笔呃 然后呢就整这个笔就12.5厘米左右 呃插上笔盖的话当然我个人是不会这么做 但是还是一样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的长度 嗯15.5左右 呃但是个人来讲还是喜欢这样子 就刚好13厘米 然后就这样甩 不然的话后面有插笔盖的话关系很强 呃那就先讲一下这个笔吧 反正就呃 那个先盖上来讲讲 呃首先这个是一个亮面的 如果是买那个呃 黑色的就是说玻璃纤维的朋友的话 会知道是说呃 呃 少了一个东西不锈钢板 呃关某窗 呃这个我在国外的一个视频有看到过的 啊对反正就呃基本上呃就插这个 其他的话就顶部的 这里反正就是一个抛光 就是因为材料不同 然后进行不同的镁光处理 这个就很正常 然后这个上面摸起来 反正整根的温 是有一个冰冷的温度感的 所以那感觉一下是怎么样 应该整根真的是不休干做的 然后这个前面就是一个放射的雷射标 今天好像太阳比较大 然后我对窗户拍的 所以就可能光线有点不太一样 希望你们看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 就是说钢笔来讲 有一个点设计是非常吸引 我就这个 这个就压一点 可能是说很多人觉得没什么 因为现在没什么会差别的 但是这种给我感觉就很有 这种设计就这个一压下去 就跟我另外一支笔一样 就是我最喜欢用的 也是我最常用的一个签名笔 爱成 你看到爱成也是这样的 对吧 这种笔有 就是我非常喜欢这种设计 就这种笔夹的一个设计是 比起常见的别的笔的话 就是说是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如果是注重细节的人 就这种感觉 很有什么 声势感给我感觉 然后就呃 基本上 然后那个拉斯文的话 呃 刚刚前面的那个 我就网络找的那个影片 也有看得到就是说 拉斯的那个影片的 就是说拉斯的这个深度 就是说它的粗度的话 就是说 玻璃纤维的 因为是只有比握油嘛 所以它会比较深 而这个不锐干板 是整根都会比较浅 有这个差别 这种影片 因为它这种看得到 因为你看到它 15颗的 然后你这个视频 就是说 然后你会看到 一种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 这种鑫鑫鑫的 因为很多笔的话 如果有用过透明示范别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说如果用像我这样用极黑的 或者用Voterman的墨水 连性比较高的墨水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说 笔就是说连性太高 连在那个内壁上面了 导致其实不会看得非常清楚 那这个笔其实我买回来 我还没有上过墨 所以说可以给大家那个 拆开房前面总成的部分 对吧 就这样子打开就可以了 此次我先打开一下 就这样子一个总成对吧 然后呢 就这样子 反正一个不将笔 我是不会完全拆的 这个房间这个笔还是不便宜的 因为然后反正就所有的上 那个什么活摘上 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扭它还是会这样子 可以左右转动的 百利金什么你试一下 200400都会有 反正就这个是很正常 不要以为是它坏了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整根笔你看到 其实就是那个外面不锈 就刚里面在嵌进 就是内嵌一个就塑料件这样子 所以你能肯定的是什么 这根笔的一个储慕量肯定不是很大 呃 然后这个下来的话 就反而手感反正还是比较顺滑的 但纳米2000的笔尖的话 有个问题就是说 它写起来还是比较滑的 就是那个呃 什么 就是就根据我上网找一个评论 对吧 那这个就正常的一个整个不锈干杯拉丝啊 然后整个剑是这样子 我拍一下照给你们看看 就你看就是非常光好 就你会感觉就是那种很精准的感觉 对吧 这种 然后整根案件比 纳米2000也是少数的活塞上墨 而且是暗间的笔 但是我估计它应该是跟万宝宝一字九样 里面是一个吸墨器 应该不是整根都是那一个呃 怎么说 活塞上墨 因为而且你还内嵌一块塑料了 我估计储膜量不会 呃 不会很大 然后里面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说 哦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 能看到 里面的话反正就是呃 正常的就是说一个不锈干箭 对吧 然后里面这根是一个新版 你看到里面有个黑黑的 之前我做一个支持视频那边 你们也知道 里面有个黑色的套 现在能给大家看到 就是这个黑色的 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 因为我另外一只手振拿手电 应该现在能看清楚了 就旁边有个铜片 对吧 我看到一个小小铜片 呃 就是我拇指那个地方 旁边那个铜片 然后是用来卡 就是那个里面那个塑料件的 是用来反墨干的 就是这个东西 而且没那么能爆砍 就是之前说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呃 然后里面的是一个 你看到两几层的一个金属 呗 然后这个怎么弄 我不太确定啊 不好意思啊 得的啊 不好意思啊 我又回来了啊 是这样子 呃 反正整根笔盖 刚刚我回去再听了一遍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就 整个感觉非常的 那个也是比较重的啊 看到 嗯 比较重的啊 就是说 它也是比较扎实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笔件 按肩笔 对吧 反正比较少的一个按肩笔 然后现在就 反正拆的话 我不太确定怎么拆了 呃 那个之前虽然做的那视频 但是是那个网上 因为它是文字的 然后我转成这样子 影片让大家看的时候 比较没那么累啊 然后这个应该是直接一顶 这块就挺重要 我不太敢猜 因为这根新的笔是 嗯 但是整个平话都 但正常应该不会猜2000的话 2000的话 就算在淘宝上面的都可以找到一个专门帮你修的 其实还还挺稳妥的 就是不一定是说 这根笔不用说自己猜 除非真的是老笔了 我觉得 然后这个的话 反正就会看到一个缝 这样子 手拿的时候 反正我拿着刚刚好 因为这种抛的 我自己用的是比较习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这么写的时候吧 对吧 呃 它真的挺滑的 所以说 其实这根笔不太适合长期书写 这是很肯定的 可能写大概 我估计一个小时左右 你可能要换一根 就是说这个笔握的部分是那种橡胶的那些笔 像百利金这类的 那些笔会好一点 因为那种比较适合长期书写 而且这根笔 呃 怎么说 重量感 我觉得OK 不算太重 不算太轻 这样子 虽然看起来是非常重 但是它惯性不是太强 那种 就是说还是可以的 材料 材料用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上一下墨 看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打开先打开一下吧 反正就啊 也不使用 因为打开的时候是把空气挤出去 一样 那一个是我一样反正是用这个墨鞋瓶 因为自从之前饿了以后 现在知道哎 可以这样子 对吧 哎 你们就看到了哎 上墨 反正这个姿势比较奇怪啊 然后就这样 按键的有一个好处就代表好上 就是我这个上墨姿势比较奇怪 不知道我左手有没有弄到碰到那个瓶壁后 平常是我插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个插好 通常我是没有扭紧 先把空气这样子挤出去 挤出去以后 然后直接一吸 然后就这样吸上来 我通常是这样子做 也可以是说你可以先挤出去 也可以先直接一开始 先把空气再不在水里面放 在别的地方里面放 都可以 最终反正就是你顺时正转一次或两次问题而已 影响不是特别大 然后我现在拿一下纸 尝一下 哎 这次我有拿手电 有拿尺子 最后忘记拿纸 哎 真的是 万一个就 总是会换 管我手就弄到刚碰瓶子的时候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这样子 我先试写一下 然后 还有个问题 刚上完磨 刚刚磨水沾到了 就有点黑黑的这种 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忆这种 就强迫症这种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然后这个笔 我先盖上 然后把这个磨水先收一下 嗯 收了以后吧 试一下我啊 这是我一个平常用的一个笔套 我试一下能不能放进去 嗯 有点那个果然到不了底 因为像有些我这里其实你们应该有看那个就是一个塑料白色的 看一下 那看那个白白的对吧 其实这块是一个那个橡皮茶 像这根的话它长度是比较短的 就这根银色主线 然后就我通常是哪一块在里面顶着 然后这个笔套 如果你们想介绍给我留言 我再故意给你们介绍 特意给你们介绍一下 反正笔的话啊 还是OK吧 反正就这样子看 三根看起来挺配的啊 行吧 嘿 我平常是放那个白粒金了 好 先写一下吧 哦 呀 那个 灵美 哎 对 啊 我这个是FGM 不好意思 忘记讲了 两千对吧 对吧 然后那个是写一下 哎 对哦 滑是很滑的 但是嗯 我最近那个什么就是上次你们有看那个白粒金视频的话 应该会知道是说啊 我那一根呃 呃 呃 M M400的话不是有那个FGM吗 然后很粗嘛 然后我拿去修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了 我这个两千的话有个问题就是说 他写小我现在写真的挺滑的 就整个感觉没什么主力感 呃 非常适合写英文 对吧 呃 横线 对吧 竖线 然后我试一下压一下 我我现在是很轻的 对吧 我试一下压一下 对 压一下一样 可以可以很粗 嗯 可以非常粗 但是按间比压起来就效果不太大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我 应该不是我的末那个问题了 是那个 反正就呃 写起来反正不是很深色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刚刚上末吧 呃 是这样子 回到刚刚那个话题是这样子 呃 这一根笔的话就是说两千是一根好笔 但是首先不适合长期书写 第二个他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呃 那个 嗯 他这根笔的话就是说呃 很滑 然后就是因为滑 而减低了他的一个耐用性 但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好 因为你多买一根呗 就如果你不用每次都买这种价位的 对不对 我觉得 然后那个肩你看到我现在就换回来了 然后无印的那根就拿过去就说给他对比 因为那根是我无印我比较日用的一根笔 然后会给他们就做一个对比 就是说我叫他们说把肩弄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人写好像有一种黑板刮着 就是说黑板写这种刮滋滋那种声音 然后我就想啊笔件拿去修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是百利金对吧 然后你看到啊 是不是那个出息差很多 这个还是EF间的 我想说的是 然后那个M205 M200也有一个这个文的 但比较深色啊 如果你没有兴趣 我下次再去搞看看 有没有一定那个钱包充不充裕 充裕我就给你们搞一次看一看 如果你们真的想看的话 对吧 或者想看什么便宜钢笔的这个 然后这样子 反正一样清新的 我现在是清新的了 然后我现在重压啊 你看啊 这差别是不是很大 因为有用过百利金的人都知道 水枪跟不水枪差别就是这个 然后就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反正笔记的一个图就这样 然后那个字啊 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吧 呃 字反正就出息 差不多这样子 反正我写 你们可以拿个词字 你们可以像我这个画面 然后我放平一点 给你们对一对 可以暂停看一下 说啊 看一下我这个字什么大小什么的啊 大概就这样子 因为我很少写那种八毫米的或六毫米 我很少写小字是这样子 好 那一个整个是这个先放一边 整个2000的视频就这样子 但整个比方真的是非常滑 而且非常重 就是整个左右一对比的时候 真的是百利金真的很适合长期书写 纳米的笔真的说很有未来感 非常干净对吧 整个东西的一体感非常强 呃怎么说 呃但是这根笔呃我觉得 呃怎么讲买不买都行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我还是建议你买百利金 对吧 因为它实用性比较高 如果你是严控的 对吧 你就说呃就很简单的 左边的是i need it 就是说如果你前提你是文字工作者 右边的这根的话是什么 i want it 就是这个差别 好 那那个这个今天的那个评测视频就到这里 呃有什么事呃有什么问题的下面留言给我啊 然后我是打算呃要不要买那个一到两只那个烂笔头 然后会做评测 反正也不是很贵 如果你们想那个想看的下面给我留言 我可能就买个两只回来试一下 这样子 那我给你们俩的观众 那我们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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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